随着热巴,王俊台等人现身海外时装周 有关美与明星表现,待遇的讨论也越来越多了 还没等大家细细分析热巴这次海外时装周之旅是否成功 就有网友从品牌给明星们的邀请函上吃到瓜了 品牌邀请明星去海外时装周,惯例会发送手写邀请函 而热巴的邀请函上的称呼让人有些意外 竟然是Madam这是法语中夫人和太太的意思 翻译软件直接将Madam定义为尤其用于已婚女士 与热巴的夫人称呼形成鲜明对比的 则是韩星金志秀邀请函上的称呼 金志秀并非单身,已经对外官宣了恋情 只是还没有结婚打算 品牌给金志秀的邀请函上就明确写着 Madamoiselle翻译软件的示意说得很清楚 Madamoiselle是法语中对年轻未婚女子的尊称 时间再往前数 内与女星刘玉心也接到过同一品牌的时装周邀请函 品牌对她的称呼也是Madamoiselle 同样是亚洲女星,三个人都收到了邀请函 就只有对外单身热巴成了已婚女士 看到邀请函上的夫人称呼 网友不由提出质疑 想说品牌这是替热巴官宣了吗 毕竟黄景瑜之前也和品牌有过合作 难道品牌因此知道了些什么 当然有关热巴称呼的问题只是网友猜测 也有人提出不同的看法 认为外国人口头英语很随意 一点也不严谨 对于热巴和其他女性称呼上的不同 可能只是年龄上的区别而已 热巴30多岁就是夫人 金智秀和刘雨昕20多岁就是小姐 建议不要脑补太多 但很快 网友又想起了一则有关热巴和黄景瑜的爆料 热巴和黄景瑜恋情绯闻蒸热的时候 就有知情人爆料 两个人一起去了欧洲 时隔两个多月 热巴的行程被在巴黎工作的模特确认了 也有人曝光了黄景瑜音乐软件账号的IP定位 恰好也是在法国 热巴邀请函上的夫人称呼 以及知情人爆料两个看似毫无关系的信息 就这么在2023年9月联系上了 要知道邀请热巴去海外时装周的品牌正是迪奥 这个品牌称呼热巴为夫人 而迪奥是法国品牌 知情人爆料热巴和黄景瑜正式去的法国 热巴当时在法国的行程就有拍摄迪奥物料 这时都对上了吗 巧合的是 最近又有圈内人出来爆料 点名道姓声称黄景瑜二婚了 还回应网友表示黄景瑜和热巴是真的在一起了 2023年6月 黄景瑜工作室终于发文承认了黄景瑜前妻王雨昕身份 提到了二人已经和平分开 在有过一段婚姻的前提下 如果黄景瑜再婚 那不正好就是二婚了 不少观众把这个邀请函当作热巴隐婚的实锤 也有人好奇他的隐婚对象 难不成真的是黄景瑜 两人被骂了这么久 其实已经偷偷领证了 如果这个消息曝光 那热巴的粉丝和他现在的顶流位置可能都保不住了 其实在不久前的一段时间里 他的生活就成了人们热议的话题 首先是有关他怀孕的传闻 这一谣言犹如滚石一般 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而后他被选为2023年全球最美的笑料 这一新闻再次让他成为焦点 迪丽热巴工作室为了辟谣 声称他的工作重心已经转移到了丹麦 但这是否真实 让人产生了疑问 热巴曾分享了一张健身照 强调他的现状 但粉丝却揪出了照片是存货 并将其与其他明星的照片相比较 他的运渡传闻还让人回忆起了 其他女明星的类似传闻 似乎这已经成为女明星 引辉生子的一种护身符 而与热巴有关的绯闻男友们 无论哪一个都在这场被热搜中受到了影响 尽管这些男友在娱乐圈都是中流砥柱 但与热巴的绯闻却似乎成了他们的累赘 然而尽管热巴经历了这些传闻和绯闻 他仍然是娱乐圈中发展最好的新秀之一 短短几年时间他已经成为资本的代名词 但这些尴尬的传闻却让人哭笑不得 但说句实话 这个瓜实在是有点扯 因为Madam这个词也可以表示为较为真实的女士 并不是表达结婚与否的词 实际上尽管热巴粉丝坚决不认 但外界似乎都默认热巴和黄景瑜是一对了 对于二人的恋情也都是祝福的态度 热巴本人早早就对外表现出对于婚姻和家庭的渴望 和黄景瑜的恋情传闻反反复复 那怕粉丝跑到工作室评论区怒骂 他本人都没有出面明确表示自己单身过 伪官到了这 还是要强调一下 热巴和黄景瑜之间的关系 最终看的是当事人确认 大家适度吃瓜 至于粉丝们 也不必要到处替热巴澄清 热巴是一位31岁的成年女性 拥有独立的人格 更有追求自己幸福的权利 不要总把个人想法强加于她身上了 另外热巴在时装周上的状态 也引发不少网友讨论 因为既然是看秀 造型和状态就面不了被网友讨论一番 迪丽热巴手套造型 选择了一身白色长裙 头发烫卷 想要增添一些风情 腰带是这身搭配的唯一点缀 拎着一只白色的手提包 整体看起来比较和谐 但是去国外看秀不同于国内 外媒的高清生涂可是毫不留情 迫不其然 热巴的外网生涂就惹来围观 从图中可以看出 迪丽热巴妆容方面的不足 粉底液选的太白 脖子和脸两个颜色 还有就是粉底液上的太厚 妆感重视一方面 重点是长时间戴妆直接服粉 咽下细纹卡粉 嘴角粉底液斑驳显得皮肤粗糙 网友都在吐槽年龄上来了 和粉丝发的精修图差距大 另外口红色号的选择也有些怪 明明裙子和发型都是勇懒随意的风格 却偏偏一抹大红唇 实在突兀 还有就是热巴排队时被偶遇的状态 已经能看出非常疲惫 网友们上传的路透视频里 热巴的脸比较重胀 还没做什么大表情 法令纹就非常明显 本身五官就比较难像 因为严勋装的缘故 所以反而放大了不足之处 还有一张手指镜头皱眉的照片 显得妆感重有沧桑 因为表情动作幅度搭了起来 所以看起来和这一身造型 想传递出的舒适休闲比较为和 迪丽热巴开怀大笑的样子 五官也有些崩 下巴出现层层叠叠的印记 面中部分全部收紧 整体肌肉走势都是向上的 更凸显出鼻子的存在感 怎么看怎么怪 对比一下 粉丝的精修图简直是两模两样 粉丝精修过后热巴法令纹不见 皮肤细腻白皙完全无瑕疵 可还是被网友吐槽 特别像发酵过后的白面馒头 整体妆感很重 而且不知道为什么 鼻子特别奇怪 让人产生动漫里格格乌的即时感 看秀环节热巴还是非常专注 可无论是圆圆的随手拍 还是拉近镜头 大家都不自觉的关注到她的妆容 粉底色号太白 所以眉毛和口红颜色更加突兀了 看完秀之后热巴也接受了媒体采访 顶着死亡光线 妆容的问题更突出了 眼下明显晕装 眼熏装真的不适合一些长时间的活动 当然热巴的状态还是吊打寒星的 这次金智秀一头油发 生涂更是显得油汪汪 除此之外 迪丽热巴看秀是在大太阳下排队进场 现场更是人计人 作为国内一线女星 和泰国流星花园这部剧的女主同样待遇 尽管粉丝一直反驳称 现场保安清场更是第一个入场 但仍然无法万遵 毕竟第一个进场要等别人很久 反而没有压轴看着更重要 对比作为全球品牌大使的金智秀 直接从车上进内场 品牌方公关总监亲自搀扶入场 又是热聊又是拥抱 显得很是亲密 但与差距不小 不过品牌方也是够双标的 搞区别对待 网友都在吐槽对比惨烈 其实比起K到毫无毛孔的金修图 迪丽热巴的生图明显更加自然 粉丝实在是没必要过度后期 另外去国外看辱华品牌的秀 也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事 加之品牌方区别对待 更不值得折腾了 希望内鱼明星多专注提升作品吧 但其实我个人觉得 迪丽热巴是妥妥的内鱼门面 时装周优秀选手 为果争光的美貌 虽然热巴的外网G设生图曝光后 他的颜值竟然被好多网友质疑了 觉得生图和金修图差别有点大 略镜太厚了 修图太狠 把热巴修成了范冰冰 有的网友说 热巴的修图师工资应该很高 因为每次热巴的图 连头发丝都要屁吧 还有网友拿热巴和内鱼的生图 做对比图 决说内鱼虽然不红眼机差 但比美貌似乎还是内鱼吻赢 热巴惨输 大家怎么看呢 鼓励内鱼是惊得起放大镜来检测的炸裂美貌 热巴还差点意思 热巴被内鱼咽压和吊打了 还拿出热巴以前的外网生图 说热巴的G设位修图拍得都很油腻 满脸油光 颜值普通 完全没有金修图后眼光丝射的感觉 热巴的金修与卫修对比图 确实是头发似都会屁 看来热巴团队在工作室金修图这块 把关相当严苛了 生图好像是有点油光满面的感觉 大家觉得热巴的金修图和未修图差别大吗 不修图的热巴称得上是照片吗 并且还有一个好笑的事情 国民闺女赵金麦不是也去巴黎看秀了吗 她的工作室金修图被粉丝骂了 粉丝让露出赵金麦的耳朵 于是工作室露出了 但粉丝都快气死了 谁要看臭男人的臭手啊 赶紧滚回国不要丢人了 网友说赵金麦工作室养的都是草台班子吧 干啥啥不行 对比起来 迪丽热巴工作室相当有水平了 出图迅速 质量还高 热巴这次看秀有非常多的神图 就这 网友还是发了很多热巴的路人生图 未修图里的热巴 状态有点疲惫 称不上眼光四射 但也是美女吧 生图这个水平已经很不错了 谁的脸也不是那刚刷的白墙 每天逢吹日晒的 怎么可能完全没有瑕疵 大家觉得热巴的生图怎么样 又被那扎吊打吗 好吗 好吗 好吗